国营事业绩效奖金呢 从最高领2.6个月 被朝野立委一砍 通通变成1.2个月 国库是可以省24亿啦 但是呢 很多国营事业的员工就不满了 扬言不但要走上街头来抗议 甚至传出来 中游 台电 台水的等等的单位呢 都有员工说要罢工 不过呢 台电劳动跳出来灭火说 啊工会只是代表某一些人的声音 不是全体台电的全体员工啊 但是马总统也背书啊 支持改革 他说有盈余才能有奖金 意思也就是赞成三奖金楼 预计四大国营事业将在2月底之前 先追回16亿3000万元 立法霸凌 政府失敬 政府失敬 不满绩效奖金遭砍一大半 国营事业二十几个工会体系 集结抗议 决定大反弹案 准备前往总统府行政院 递交陈情书 甚至传出不排除罢工 包括台电证件 中游罢工停止公游 台水也会断水 试图用极端手法来翻案 同样受不了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做的会走上街头 是 并没有去谈到罢工的这一块 我们所有的同仁 绝对不会莽撞到说 我们会配合罢工 或是说我们要自行罢工 两大工会都说绝对没这事 但问题是基层员工不满情绪 热度持续增温当中 就在礼拜二中山汇报上 马总统也才是 不论是要给哪一种奖金 都必须和改革做结合 要有盈余才能有奖金 强调总统府支持改革行政院也会支持 换句话说总统同样赞成山前 目前的新版绩效奖金制度 台电从1.65个月减到1.2个月 中油从2.6降到1.2 另外台糖台水也无一倖免 能替国库审下将近24亿以上 预计最快2月份就能够先追回16.3亿 台湾全黑这个字 是少数人心里不平讲出来的气话 这个不会变成台电的一个主要诉求 过去绩效奖金就没有起头过 我不是很赞成起头 因为绩效奖金就会有这个奖励 但是也不能说永远有人假 永远有人疑 怎么努力大家都拿不到 语气当中听得出不满 但也只能暂时忍着吞下 毕竟新低民怨高涨 亏钱国营事业还能够领高绩效的奖金 当然不合理 但有因于高绩效的国营事业 也因此受到牵连